大家好,我是Kenton Android的小強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三隻新遊戲 這個影片就是2月份的Volume 1 第一隻要介紹的遊戲就是這隻貓圖鷹 這隻遊戲叫做Little Things Forever 進去後音樂也不錯 畫面簡單得來也挺有趣 這隻遊戲的玩法很簡單,按進去看看 進去後有隻恐龍 如果你放大進去的話 其實有很多由小的項目來組成 即是有隻樹熊、牌、八爪魚等 但你進去後就是一隻恐龍 怎樣玩呢? 玩法就是 這裡就給了4個項目 那你就要在這裡找回去 那你就要慢慢找 那你就要慢慢找 譬如像這個screwdriver 那就是一個螺絲批 那你就要在恐龍裡面找回螺絲批 那我找了一段時間 因為實在太混亂了 就是你這樣找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就找到螺絲批 那找到螺絲批之後就按這個 然後呢 在這裡就會消失了 那你就要找其他東西了 那大致上這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那譬如你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的話呢 你就可以按這個角落 有一個Hint 那你按了它 它就會給你一些提示 那就告訴你 你要找的東西就是這裡附近 那 那 如果你再找不到的話呢 再等久一點 它就會慢慢這個圓圈 一邊慢慢縮小縮小 那就差不多去到那個東西附近這樣 那這隻就是Little Things Forever 那這隻遊戲我覺得 都幾特別一下 還有幾有趣 還有新的玩法 那樣 還有它就可以訓練到自己的耐性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載來試一下 那第二隻要介紹的遊戲就是這隻 對啦Temple Run 2 那其實都不用怎樣介紹的 因為它第一集都幾出名 那但是 那怎麼都要說一下 那進去這隻遊戲看看 那進來這隻遊戲 那 那 和第一集最大的分別就是 那些畫質就漂亮了很多 但是其實玩法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直跑 然後有人追你 那 還有 除了畫質漂亮了之外 那隻遊戲都很順順 那 那 大概做個樣子給大家看看 告訴大家 那 那你就在後面有人追你 那 然後呢 你就可以跳 這樣 捉這些繩子 拿銷子 吊銷子 upgrade自己 那 那 之後要避開障礙物 轉左 那 就不要讓自己後面捉到你了 就是這樣玩的了 捉到的話 那就死了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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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隻要介紹的遊戲 就是這隻 叫做 Zombie Age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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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進了這遊戲 那 之後 按 新遊戲 那 那 這個就是你的主機板 其實很明顯的 你按這個就換武器 然後這個進度 然後這個設定 這樣 之後要玩的話就準備好了 那是怎樣玩的呢 就是其實就好像 那些Defense的遊戲那樣 你就不要被喪屍走進你的房子 就要一直寫它 那我現在就在用一支Pistol 那打人就比較慢 即是不是機關槍 那就要逐一逐一按 那下面這裡有一條BAR 就是一個進度來的 那這個東西到尾尾 這個State就完結了 那途中打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賺到一些錢之後 可以買武器 那還有這裡有你的Health 還有這裡有些子彈 那告訴你還有多少子彈剩 那這個遊戲大致上就是這樣玩的 那就剛剛過了 還有這裡有個手榴彈 那就是譬如 之後很多人的話 你就可以扔過去 那 對 賺了些錢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賣武器 upgrade自己的武器 那大致上都是這樣的 那 自己下載來試一下吧 好啦 那今天就介紹了三隻遊戲給大家 那 照舊 那條link就會放在Description那裡 那如果覺得有影片的話 麻煩給我一個Like 或者留言 那 還不是Share給你的朋友 對 多些人看就會拍多些 我就會拍多些影片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介紹多些Apps給大家 拜拜 拜拜